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直多少年 我对艺术的追求 内心是一团火 就是很热 直热 很滚烫的这样一个心去对待艺术 很浅诚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54号 繁华的城市中心 一座优雅静谧的院落 这里诞生了很多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大师和美术作品 偶尔有难得的空闲 画家王永亮喜欢在院子里安静的坐一会儿 十多年前 他从安徽太和县书画院 躋身中国国家画院 人生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跨越 但不为人所知的是 这次看上去极为荣耀和完美的转身 却是他人生中一段彷徨和低迷生活的开始 调来之前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说真心话 感觉到不就换一个工作单位吗 这个平台高一些 见了世面大一些 到来进了这个院子之后 完全不是我开始要调离那种心情 你也可以说他平地起高楼 是不是 突然从一个县城一把调到中国国家画院 这个可以说在中国国家画院的历史上是不能想象的 不光是我们院 你就是中国艺术人院 中国艺术人院都加起来 这种类子恐怕也仅此一类 调来以后 他跟我讲 我说 那你还是这几年的努力 但是要珍惜这个机会 到北京以后 这个舞台更大了 建的东西更多了 但是在北京竞争也更厉害 从最基层来到了学术界最高端的一个中国画院医院 报到国以后 经过半年 最后在这儿的工作 不行了 感觉压力大很了 自己的画和自己的学养 自己的学士 都给这个花园没法匹配 心知何如 有似万丈迷津 摇根千里 其中并无周子可以度人 除了自度 他人爱莫能诸 成狂成狂 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 我怎么去 使自己能立足以 融入这个画院里面 融入到画家这个群体里面 他掉进文院 有他的表面看似这种偶然 你要仔细探讨一下 我觉得有他内在的规律 有他内在的 就是说一个人 他的上进心 你是阻挡不住的 我曾经给我们的院长开玩笑 我说我在地方上 这个别人给我倒水 我到国家画院 我得给你们倒水了 院长哈哈大笑 说这个太精彩了 这一句话说了 他说就是一个角色转换问题 一次外在境遇的好转 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获得更大的自由 很多时候 人生就是在无穷尽的压力中度过 而困难和痛苦 却是我们清醒的认识世界 认识生活的重要路径 虽然日后见有声望 但和朋友们聊天 或者看到了陌生的仰慕者 王永亮也从不回避 自己早期在国家画院的彷徨和迷失 在人生的低谷时期 他不抱怨 不放弃 因为他坚信所有的负担 终有一日将变成无比珍贵的馈赠 而自己所受的苦 也终将照亮未来的路 要平静地对待一切 能争取到的就争取 争取不到的放一放 等了条件成熟再去做 不要贪 为什么 说 欲赫难平 我的父亲就这样告诉我 永亮本身可能有这种性格 到了国家画以后 他发现国家画这个传统 整个画院的个性 给他的个性 我觉得比较稳合 就他能很快地融入到 这样一个机械中间 压力就是动力 动力就是霸能 我是这样理解的 有人把这种压力 作为一种负担 作为一种消极力 我内心是一团火 这次的画展主题 就是 幸福大地产 他是国家画院的研究员 他的作品 笔墨可以说继承了传统 我们优秀的 传统山水画的笔墨 分法 章法 各个方面这些修养 然后加上自己对生活当中的感受 他的笔墨是 有继承 有开拓 有自己的鲜明的风格 原来上一次来就在这个地方好 你看 就在旺旗 成乱跌宅 这个场景非常漂亮 大边山绵延八百里 有三十多个县 我基本上跑遍 还留下线不止一次里去 山山水水 基本上都留下了我的脚印 每年都要出来两次 或者是三次 北京都要留下iling 我们也把你带来 变化 本来不立即 我们不参加 不参加 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战胞 不参加 对 ên 子 不参加 不参加 就是 参加 又是 民意 但是 非参加 这种各事 以为 少互 那种人 无关 做 作者 公司 不参加 心比较静 不去把这种名利 是非和艺术的追求 混在一块 我来花园晚 我进入这个环境很晚 我要补得刻度 我现在的时间 和经历 不允许我 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更多的时间腾出来 需要做自己想要做的学会 从哪里来 回到哪里去 在艺术创作陷入低谷的时候 王永亮选择了 回到他的故乡 大别山 熟悉的山水 熟悉的人 和熟悉的生活 不同的是 回到大山里的王永亮 已经没有了 当初离开家乡时的骄傲 但他坚信 未来之路 就在这神秘而空旷的大山之中 那几年 那两年多 我画了上百张水墨写生 因为过去的大部分人 都不愿意去做水墨写生 因为面对自然 去画水墨写生 很费劲 很吃力 在一般情况下不好把握 但我考虑再三 我要挑选最艰难的一步 王永亮呢 他要努力营造 他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 努力的在 把他个人的这样一种 对自然 对世界 对人生 对内心的一种 理解和麻雀具具有他强烈的各一特征 你儿子出去了 是散阳 哦 去散阳住了 你好好 还好 还好 想念你了 这来小朋友来看 我见到的画大别山 我可能也是 咕噜寡闻 我见到的就是他一位 就专门以大别山 几十年来以大别山为题 来做一个主题来画画的 大别山 蜿蜒八百里 地处长江 淮河之间 横跨河南 湖北和安徽三省 他既有南方山水的清秀 亦有北方山水的浑厚 南北兼容的风貌 吸引着王永亮 那些年 他用双脚 丈量着故乡的山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创作的灵感 却迟迟没有出现 我开始我感觉画的很表面 很肤浅 就是抓不住大别山的特点 抓不住人文的这一面的东西 就是很停留在一个所谓的像上 实际上也不像 这个时期的作品 感觉了很困惑 他坚持写生 接近生活 长期在下面 不断地努力地 从写生中间提炼创作 我觉得这个路子 他坚持得很好 他还有物性 他的艺术物性呢 也是像当时 带到一个小县城 能够以大别山 找到自己的语言 到北京以后 又能够融会各家之场 使自己的 个性化的语言又提升 传统的中国文人绘画 并非为了取悦他人 更无异于京师骇俗 他们绘画是为了表露自己的心计 当然 这样的心计 总是超越世俗生活的 他们要借助绘画 获得灵魂的自由 与精神的高原 倘若有人能读懂他们的话 便会被视为之音 中国画是一个生命艺术 历开生命的艺术都不是中华艺术 中华是一种有生命的艺术 如果说你仅是说画一个 刻画成现画一个物像 那不行的 你必须扑造到这个物像的 他内在的灵魂和他的个性 我觉得刘洋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这个才是三十画的本质 三十画本质不是笔墨 笔墨本身 他的生命力 是建立在 画家的思想感情上 如果历开了这种思想感情 笔墨 价值就不存在 中国绘画远非肉眼所见的自然景物再现而已 历代宗师使绘画艺术真于画境 他们所描绘的是主体的本质 而不是外在的形貌 如果能够领略画中的深意 就会发现其中蕴藏的真正的美 并领略到博大精深 参天地画域的人生哲学 对生活的东西认识要如何不透彩 那无法去创作 创作的东西是苍白的 您没有生活来源 您没有生活依据 创作的东西 它有生活气息 它不像你在屋子里 湖边乱造那些活 永远是一种空对空的这种游戏 王文亮在这方面 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观察方法 它是可以说是做到了这种身体内心 通过他的这场几年来的这种努力 他在这方面我觉得有所感悟 并且通过这个大大的提高了 他对自然的那种 特别是对这个大别山的这个风光的一种 总体的一种了解 现在他的山水的 更 这种 传统的 这种山水的 技法更加纯熟 内在的内涵的文化精神 就是说格调 更高 表现的生活 像他前一段那个 那个画的山水 同时高于生活 虽然是表现的大别山 表现的 笔下的或者其他的山水 但是都包含这种 中国画的一种 人文精神 他的山水目前可以讲呢 要夸战一点讲 可以叫送元和弊 就有送人的这种格局气象 有元人的遗誉和笔墨 我觉得这是有能量山水的一个基本点 他对于山水精神的体察和体验 他是做到一定程度的 我不敢说他做到大势的程度 但是我觉得 一直在这个途径 在追求 这就足够了 他在今年才五十来岁 五十多一点 五十多一点 是一个山水画家的一个成长期 当然他现在也主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也常说不要过早形成风格 自然去画 风格是慢慢形成的 就是比它们自然形成的 它不仅追求的 大别山中三十年信布 灰山固土 数十载追寻 天地有大美 水墨现人生 王永亮 中国的画风 毕竟数百年而不变 令人惊叹 如果仔细欣赏中国画 可以看到士大夫的儒家思想 但文人士大夫也是血肉之躯 偶尔也要逃避儒家将画官场的刻板生活 因此他们心以另一种跟儒家相反 却又相辅相成的哲学 就是道家 这种哲学对中国绘画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道家思想强调人与天的关系 道是表象背后看到的真实 万物宇宙流动的平衡 中国画家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表达这种真实的背后 那捉摸不到的和谐感 庄主说 大美而不严 大美不严 就是所有的事物当中 你去认识这些事物的过程当中 你要发现这个美 但这个美又是无声不细的 它这种状态是既抓不得也看不见 也就是道里这种存在 王一亮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文希望的艺术家 他是追求中国山水的精神 和中国山水的道的存在 所以你看看这个山水 他和我们通常看到的一般画家画山水 他不一样的感觉在这种地方 就是说他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你能感受到 当然找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还可以再商榷 可以再探讨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向感是对的 他对中国山水本子理解这个是对的 他如果理解是对的 你方向感没跑偏 你在这个方向做下去 做之后 你就可能成为一代大家 中国文人以儒家的理性 道家的感性 附诗引用 寄情于山水庭院 从天地中寻找灵感 身为儒家体制下不苟元孝的士大夫 精神上却尊崇感性的道家艺术思想 在两种角色之间取得平衡 素本求援 2007年 王永亮完成了学术专著 中国话与道家思想 我出生在老子庄子的故乡 我对道家思想 从小都受到他的影响 道家文化的影响很深 所以我都想 道家思想对中国话的影响 是很直接 特别是老庄思想 对中国话这种影响是很直接 所以我就想写一本 中国话与道家思想 他又把当地的道教的 这样一个老子孤立的学说论 跟绘画理论结合起来 我觉得写得很好 他把绘画理论的跟道家的一些基本观点 阐述的还是非常清晰 中国文人画家 往往遵循前朝大师的风格 有时是一笔一画的临摹 以至于真假莫变 因此一百年前的跟一千年前的画 往往貌合形似 在当代 传统山水画不可避免的 会与时代产生碰撞 在王永亮的作品中 我们能看到诸多传统山水画中 不曾有过的现代元素 我说的永亮这个所谓的时代起义 就是这个 时代起义两次看 一正看义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物象 就是你刚才说的锅 那些民居 看这些东西 这些元素是必须要的 第二个是对山水的一个 重新的整合和感受 这两点是决定了 如果一个山水画家 没有时代体系 这不是一个好的山水画家 所以时代体系是必须的 就每一代 有每一代对自然的感受 一定要把这个感受化 这个感受就叫时代性 或者叫当代性 如果你画的跟店娘一样 画的跟石头一样 还有啥意义呢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身处这个时代 我感到很幸福 我也感受到 今天田园人家里这种幸福 我把它作为赞美田园生活的一种赞歌 是歌颂的 我不是去逃避的 不是虚无的东西 是现实的东西 现实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为什么 我没有理由去拒绝它 我有责任 有使命 拿起自己的花笔 去表现它 著名考古学家 历经四十年探索 试图解开古埃及法老身上 三千年未解的谜团 传奇法老系列之 胡唐卡门血统之谜 王永亮 以当代人的生活 来创作田园山水 并非突发奇想 也不是为了在艺术界 树立一个酒意的标杆 大约十多年前 他在大冰山险生时 一个小女孩对他说 你只画了我们的旧房子和树 你画的根本不是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还要来这里画呢 几句闲话 却突然点醒了 正苦苦寻找创作灵感的王永亮 从那以后 我慢慢的这方面的意识加强了 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田园人家 现在人家 这个山村的生活条件 是如此的富庶 人民的生活 如此的美好 我把最美好的一面 表现出来 这不就是当代的田园吗 也是时代的田园 我从新机会讨论有 asi的景观 我再给你最大的 每天天的生活条件 这不就是在待森城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